哈囉大家好 我是部長 各位上班族啊 上班族 或者是就是最近在家裡上班的各位 每次到就是每次就是那種四五點的時候 下午茶時間到了 對不對 就是腦袋會昏昏沉沉嘛 那這個時候就最需要來一個甜點 或者是什麼糕點 然後再搭配一個咖啡 或許就是可以提振一些精神 再撐個兩個小時左右吧 對不對 那這甜點的其中之一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不過呢 起司蛋糕還蠻多種的 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是 我在今天拍影片之前 我都從來沒聽過的一種起司蛋糕 叫做巴斯克生起司蛋糕 這種甜點一定要有它嘛 對不對 對 感受一下這個巴斯克生起司的這個魅力吧 我喊雅力克 你喊巴斯克 雅力克 好 我們就開始吧 在影片開來之前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的小鈴鐺給它打開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的影片 我們就影片開始吧 巴斯克風不是薩克斯風哦 巴斯克是位於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一個地區 當地有著這樣的一個如若蛋糕的傳統小點 與一般的起司蛋糕不同 表面焦黑是巴斯克風起司蛋糕的特色 外表其實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很大的普世蛋塔 雖然它看起來很醜 但是味道可是很溫柔的哦 雅力克特別挑選了來自北海道的生起司 以及高達熟成起司製成 焦黑的表層讓起司洋溢著濃郁的焦糖香氣 但是內心黏糊糊的這種半熟口感 吃下去真的是入口即化 在最近未為話題的紐約時報奉為2019年度的甜品 之前在東京也成為了瘋狂排隊的商品 究竟這個巴斯克風生起司蛋糕 是否真的擁有這樣的魅力呢 今天立刻在這邊實測試吃給大家看 好 是的 我們的布嫂已經就定位了 今天我們邀請布嫂呢 就是要來盲測 呃... 我們今天呢 其實我在這個前幾天 有偷偷準備另外一款他牌的起司蛋糕 然後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讓你可以來測試 哪一個是我們的雅力克巴斯克風起司蛋糕 我們今天就是要進行盲測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個演奏 你準備好了沒有? 準備好了 OK啦 我聽不見 有殺到 先試吃你的右手那個 然後你要吃完以後你要講 你要敘述你吃的那個感覺喔 好 可以請你先試吃右手的吃 吃了 我們可以看到參賽者已經 順利的把蛋糕切起來了喔 這個很好吃耶 就是一放上嘴巴就會立刻融化 而且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吃起司蛋糕 然後我很注重它的味道到底重不重 這個非常重 就一進去就很香很香耶 2號叉菜者 對 2號叉菜者 這一款雅力克的這個蛋糕 真的非常像的起司蛋糕 喔 這蛋糕怎麼那麼難切啊 對對對 像這樣 口感也是很綿 可是這款沒有那一 剛剛那一款的香 這款味道就是比較一般 普通大眾會吃到的一般的起司蛋糕 就辨識度沒有那麼高啦 現在目前就是A跟B 就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你覺得哪一個是他牌 哪一個是我們的雅尼克咧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他牌 好 那這個 你可以把你的眼罩拿下來了 好 這個其實這兩款是 同一個蛋糕 真的假的 好 我們先前這個 不少了 戰賽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雅尼克推出的這個 巴士克 起司蛋糕的 算是開箱跟試吃影片啦 這是他們最近推出的 大家可以這個上網搜尋 然後就可以去訂購這個 我真的超級喜歡的 超級喜歡的口味 這樣子 這個真的好吃 很好吃 好 那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啦 那就是如果真的喜歡的 真的是要把這個畫面 這個影片 全部都就是收 刷出去 分享到你所有的朋友 好 那你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或者你自己有去買 有去吃 然後你的感想跟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都可以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的 那我是布桑 我是布桑 我們就下次的影片 呃 再見囉 掰 掰掰 現在是比什麼數字 看不到 不猜一下 應該是2 哇 新店感應 真的嗎 因為這數字很無聊啊 因為大家很容易比出2啊 不知道什麼